很多人问我呢 怎么看特斯拉 特斯拉这个品牌怎么样 我先举个例子 我就问咱家周围哪个饭店好吃 会吃的人一定是这样的答复 这家饭店烧烤最棒的 第二家饭店这个海鲜绝了 第三家饭店什么什么好吃 什么什么不好吃 这是会吃的人 他不是说站队这个品牌全都好 那个品牌全都不好 他研究的戏研究的透彻 他研究哪个是招牌菜 哪个是明星菜 车也是这样 车企品牌也是这样 多说一句 我在工作中经常会有情况说 大的项目主管说 你这个车型先放一放 这个时间是要给明星项目 腾出来时间来先做测试 甚至说影响到 你这个要跑100组数据 由于时间和钱的问题 你先跑80组就差不多 完全取决于这个项目 是明星项目 是重点项目 还是边缘项目 甚至是套壳 换标的那些车 回到特斯拉来 大多数人都是消费者 是买车的人 我个人是行业的从业者 还有一部分人 他是投资者 他玩股票的 买股票 所以说三个角色 来评价特斯拉 这一个车企 当然也是用其他车企 得到的结论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唯一的标准 叫个人价值 说的难听一点 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就看你是什么角色 我先说结论 剩下的后边都是废话 或者说是解释特斯拉在商业上非常厉害 非常牛 包括马斯克 他很厉害 咱得夸他承认 但是在产品上 我现在不买 三个要素 是我 我过后会讲我个人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当下的市场环境 我所在的用车环境 不买 开车有很多种消费方式 无论是买也好 还是长租也好 哪怕或者是蹭车 我工作过程中 做一些benchmarking 叫对标对比 我白嫖也好 我自己去玩也好 但是我现在先不买这个车 来自己拥有它 我先举一个特斯拉汽车 在商业上的牛的地方 美国有50个州 大部分州要求汽车的零售 是必须由第三方独立的经销商来完成的 不能够厂家直销 特斯拉这种厂家直销的模式 在美国是触犯了很多州的汽车零售法规的 但是从2013年到2020年 美国有12个州专门为特斯拉修改了自己的法律 也就是特斯拉有权利 有特权 可以在这个州进行厂家直销 这个过程怎么实现的 是不是有大量的法务公关 或者是总之各种方式 来获得这个州所在的经销权 打破了原来本州的法律 商业上它很厉害 当然这是汽车部分 还有更多的跟汽车不相关的 但都是以特斯拉logo商标的 火箭卫星 网上大家都能看到了 包括什么它的星链计划 包括马斯克天天在社交媒体 搞虚拟货币发布一些言论 他一直都是网红活跃在互联网上的人物 虽然特斯拉没有很多专门的广告片 但是马斯克他自身就带很多广告效应 他在商业运营上他是很成功的 特斯拉在2003年7月 由马丁和迈克这两个工程师创建的 到了2004年2月份的时候 马斯克是把它买来了 相当于他是最大的股东了 之后他从08年开始 他作为这个公司的CEO 特斯拉的品牌宣传 马斯克的人设这些光环 在产品上有什么体现 它的品牌附加值就很大 产品的溢价就比较严重 那咱就说这车是废柴吗 是一无是处吗 就是个电动车壳 不是 他有他的先进技术 他的电池技术 他有他整车整合的技术 他也有自动驾驶 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大家想 特斯拉卖的最好的车 是选配了这些自动驾驶模块的车吗 不是的 其实任何生意都是这样一个 由高端主打产品 带普通或者甚至说边缘产品的 这样一种经销模式 就是像说大了 就有的车 你看他在赛道上叱咤风云 那是他旗舰车款 然后大家奔着他赛道成绩 都去买他入门级车款 因为他入门门槛低 价格便宜 品牌标志做的又大 对吧 然后商家来进行强大的广告宣传 培养人们的品牌忠诚度 然后把这个产品做的入门级的 越来越比较容易实现 加上年轻人是冲动消费的主力军 所以说很多时候商家都是这样一个模式 再举个例子 这家有招牌菜 做海鲜 生蒙海鲜 有大厨师 很好 做的确实不错 大家都奔着去了 然后去大酒楼吃速冻蟹肉棒 速冻虾仁 做的普通炒饭炒面 这样性价比就比较低 也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吃 不营养 怎么的 我们不要非黑即白要么就是废柴要么就是天才这种不是这个关系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度 一个多了20%的溢价 多了15%的品牌溢价 就多赚出这样一份钱 一种这种营销模式 这时候说到作为投资者 如果你是买特斯拉股票的 这对这些投资者角色的人来说 这是好事 品牌溢价高 利润也高 你分红也大 接下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说一说 我为什么现在不买特斯拉 或者说甚至现在不买电车 首先这三个要素 第一我我说的是我的情况 如果说跟你不一样 先不要骂我 求同存异 第二 现在不买 不代表我以后不买 咱这个嘴也不硬 就是说分析当下以个人最佳利益为主 我接受新鲜事物 我也去摸 但是我现在不想花自己的钱 为自己买一台特斯拉 先说我 首先我所在的地区油价最贵的时候是4.5美元每加仑 最便宜的时候是1.6美元每加仑 3.8公升 油贵肯定是不开心了 但是至少我还可以承受得住开汽油车 我自己还算支付得起 加上我个人从小比较喜欢汽车 我小时候看到那些车 自己心中就有很多喜欢的了 甚至说有排序了 梦想清单了 可以说特斯拉或者说电动车 在我的心中还没有排到很靠前的位置 不是说这东西不好 它在我心中的分量还没有那么大 花6万美元 花5万美元 甚至说花12万美元买一台车的话 我有很多对应的选择 还轮不到电动车 或更轮不到特斯拉 这是我的个人情况 我开萨博 这个车本身没有太多优点可以夸 但是它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魅力 我个人喜欢它 哪怕休 哪怕花钱 花时间 花精力 我愿意 我涂这个味道 我就耗这一口 其次我还开右舵的皇冠 我是91年出生的人 但是你看我喜欢96年的车 对吧 仅比我大5岁的车 因为那是我小时候在街上抬头仰望 渴望不可及的车 像在京城一些高档的酒店 机场 有这些车 包括看别人结婚的时候 有这个车 自己就喜欢 现在长大了 加上美国法律允许进口一个右舵车 也可以合法注册上牌 上保险上路 我就搞一台 实现一下自己儿时的小梦想 我对车的理解 现在还是这个阶段 还没轮到去买电动车 加上客观刚需 也还开得起油车 除了个人喜好之外 还有一个我现在不买 不自己养电动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对它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是不是那车会撞车子 不是那个安全感 是这个车发生事故以后 我自己能不能解决的安全感 就说白了 我不会修电动车 我不会故障诊断 我不是修车大神 但是燃油车或者内燃机车 我还是懂一点的 你看这车抖了 是不是进气点火供油 就这几个过程环节 一开机盖子 大概这里那里也没有渗漏 衔接也都好 然后去测一下油泵供油怎么样 是冷启动点不着 还是热启动点不着 对应的是真空管有渗漏 还是节气阀门哪开盒有问题 我心里大概有这些诊断的方案 但是也要电动车 我这点不着火了 或者是半路熄火了 或者是蓝屏了 这个显示界面坏了 我这怎么办呢 我没有诊断工具 我也没有诊断经验 而且我在汽修行业 包括后市场配件都有接触过 特斯拉的现在车上的机械电器部件 其实原厂配件资源是非常非常少的 在北美 我说在北美 你登陆它的官网 你只能找到一些磨损配件 雨刷空调滤行器 刹车盘片 这些都是磨损配件的 一旦发生事故碰撞了 你要修的时候 这些配件很少 因为我在汽修厂工作的时候 有客人车就撞了 那个时候 配件渠道非常不通畅 很多主流的主机厂 甚至说绝大多数 都在网上输入微码 对应找配件号 甚至说把零件号摘出来 我放到谷歌搜索引擎里 全网搜索 有比车行便宜的资源有很多 对不对 一模一样的东西 谁不买便宜的 特斯拉没有 还有打电话 还留言 发邮件申请 非常麻烦 工期也长 你这个时间也长 你客人撞车 撞车的时候 你带一部车 是不是保险公司给你报销 保险公司给你租车 你租车时间就长 保险公司的成本就很高 所以平时 无论是修车配件 还是这些误工费 保险公司成本高 所以这个车 保险就比较高 这个配件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甚至说站在修车行业 从业者的角度 有一点麻烦 成本有点高 但反过来 站在商业的角度 这又是加分项 又是积极的 因为它产出来的 这些原厂配件 尽可能多的 先给装车作为优先级 先供生产线装车 先少供应后市场 所以说你看 站在资本的角度 站在商业的角度 这个事又是个好事 站在自己养车的角度 这个事是个麻烦事 看自己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 第二个要素 现在作为消费者 我个人觉得 现在在北美电动车 市场生态 对消费者来说 选择性还不是太高 车厂之间大厂 它的电动产品线 还不是特别的健全 就是可选的也不多 价格也不便宜 还是以豪华车的价位 区间为居多 它豪不好华 咱不说 至少价格是挺豪华的 所以说 我想让时间 再往前走一走 当这个市场上 真的电动车很多了 而且车厂之间产品上 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候 对消费者 其实是很友好的 对吧 我们就可以主动权更大一点 如果我家现在油价涨到 我真的无法承担了 就是说这个油价实在太贵了 真的得买一台电动车了 按照现在这些市场上的产品线来讲 我可能会去买一个 Nissan Leaf 日产凌峰 那续航里程的 写着150英里 我至少能开到120吧 对吧 而且我在南方 电池的随着使用 每次过冬 它的衰竭 并不会比例太大 因为有的人 它有条件 有多台车 有的人 他可能 无论是预算 还是空间上 他只能买一台车 所以对这一台车的需求 或者是期望 就会各个方面都有 其实很难的 像我知道那些有电动车 他也有V8 他有拖船 拖房车的 他也有皮卡 他也有带步的小车 他都有 他就不吵 他也不说哪个不好 哪个特别好 就像手表 男孩子的手表 女孩子的包包一样 你就让他带一块表 买一个包 能适应各种场合 各种心情 很难做到 其实车也是这样 不过这个车东西 不便宜 然后又比较占地方 很难实现 就是说大家把心态 平和一点就行了 如果说 又要考虑到气候的变化 尤其是住在北方州的 又要考虑到开长途 这过程中 因为我们住宾馆 现在还没有到 每个宾馆都有充电桩的情况 我开电车的话 虽然能到 我上哪充电去 这也比较麻烦 所以都是比较高端 中高端的宾馆 才有充电桩 这也受一点限制 所以说在当今阶段 如果你只有一台车 你又想省油省钱 又要说开长途 可以去买一个混动车 买一个hybrid 油电混合动力车 现在加价也很多 对吧 所以你要结合市场 你加了5000 加了还有加1万美元的 你能折合成多少加轮的油 这些都要算 第三就是消费方式 我现在不买 不等于我现在不开 加上我个人 也是行业从业者 有时候做一些对标测试 Benchmarking 可能会开很多竞争对手的车 有时候也会开到特斯拉 咱不排斥 确实体验也不错 但是你让我现在花个几万块钱 来养一台 或者说买一台自己的车 在我心中还排不上它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家求同存异 最后简单小结一下 很多人问我什么通用好不好 丰田好不好 我都是回问 你是要买他家车 还是要在那去上班 还是说你要买他家的股票 这完全都是不同的角色 因为很难对一个车企来说 从投资者到从业者 再到消费者 全都是利益最大的 很难有这种车企 除非高端车 那种定制车 咱就不提那个东西了 那作为消费者 我就看这个产品 我花这个钱 以我个人的标准 我值不值得 车这个原厂定价划不划算 结合市场中的折扣也好 加价也好 包括我想要的配置颜色 有没有来综合决定 跟这个企业 他天上有没有卫星 有没有导弹火箭 这个创始人老板是天才 还是天选之子的special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包括这个企业 他去关爱妇女儿童 做慈善这种地 这是好事 咱得夸他 但是我就看我买那个车 我得到是什么 我的代价是什么 天平两端 划不划算 我作为一个从业者 我就看公司待遇怎么样 这个待遇 不仅仅急选一些钱了 勾心斗角 办公室政治太多 或者说有没有咱们 同胞之间窝里斗 背后捅刀子 个人的晋升空间 我是考虑这些东西的 作为投资者 那就看股票 你哪有没有消息 大家可以知道 美系车企传统三大 加上这一个特斯拉 美系很多上市公司 都是以服务资本 服务投资者 服务董事会为第一优先级的 不代表别人不服务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度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上市公司 他一财员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里讲 这个人都没有工作了 但是他股票反而涨了 为什么 因为在资本家眼里 赚钱的时候他是人才 一旦赔钱了 或者入不付出了 把这些人就变成了耗财 张嘴吃饭的人 把他们炒掉 反而股票就涨了 看你是什么样的角色 来理解这个事 大家就说 你这人什么便宜都要占 我所接触到的精英阶层 很多时候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在整合资源 把各个组织 或者说各个团队里边 对他有利的最棒的资源 拿过来为自己所用就好了 要么就是让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 要么就是拿来相同的东西 以更低的成本 所以他们从来不站队 但是他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其中一件事的时候 会实际夸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要获得认同感 我有通用的高级工程师 有认识丰田的高级工程师 当我在职场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说我们的车 We are the best We are awesome We are great 我们是最棒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学校 通过一个美国教会 带着一堆人玩的时候 选到去他家去看 我才发现他上班 Impala和福特Fusion 或者是丰田凯瑞 停在driveway 停在停车道上 车库里边放什么 放在克尔维特 放在保时捷911 一个通用工程师 车库里放个911保时捷 我跟同学们说 这是最棒的德国工程 有这么多的企业家 这么多的演艺明星 体育明星 给我们证明了 这么样做法 我们阶层还在这互相吵什么 赶紧去做 不就得了 对不对 不是说这个东西 你也去拿金牌 你能拿 不对 他本身是很优秀的 但是他会考虑 在他一个人不做很大改变的前提下 哪个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最简单的例子 我这一台车 我一点都不用给他收拾 我在弗吉尼亚州能卖1万美元 我放佐治亚州就能卖1万2千美元 那我为啥人不带着车去佐治亚州呢 这俩还离着不远 我说清楚了 所以不是说这个车不好 这个车是个废车 到哪 到佐治亚州 佐治亚就捡了个破烂 被坑了 不是 大家不要这样极端 都是一个度的事 多出了这一个度 就会可能多出了很大的利润 也会甚至说养活中间的一个产业 但是我到佐治亚卖车的时候 我不会跟买家直接说 这个车在佐治亚卖的贵 所以我在佐治亚卖这个车 而我说 我喜欢佐治亚的文化 我喜欢这里的人 我喜欢这里的美食 我喜欢跟这里的一切融为一体 来获得情感上的认同感 我说清楚了吧 别谈感情就是生意 但是感情是促成生意的催化剂 如果你看到这儿了 你应该知道 你该怎么做了 或者说 当别人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生意就是生意 最后都要还原到契约上 只不过我们普通人 在接收信息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站队思维 不要这样 我只希望大家 就事论事 自己做什么事的时候 获得最大利益 或者以最低的成本 办成这件事 这是我做视频的初衷 好了 这期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汽车文化 产品 消费 市场 商业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